星期五今天整体行情怎么走呢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视频也重点强调 今天我认为仍然是红彤彤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表现以及消息面情况 到穷主微跌0.01% 纳萨主大涨1.68% 标白指数上涨0.74% 英国 德国 法国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恒生指数昨天下跌0.26% 中概股方面昨天微跌0.08% A50指数收跌0.13% 同时值得留意的是黄金在昨天继续创出历史新高达到2395美元一盎司 所以今天的A股市场我们怎么来看 从结论上我认为今天是强势反攻科技占优 我们在昨天的早评 包括在前一个交易的收平 我们重点强调周四将是红彤彤的一天 从收盘上虽然说是微幅的上涨 但是在盘中超过4000多家是上涨的 而且昨天多数人认为是要跌破3000点 我们在昨天的早评重点强调不可能跌破3000点 对不对啊 在关键时刻我们给出了非常鲜明的观点 我建议我们所有投资者看过我们这两天视频一定要在视频下方打666 并且关注点赞 包括在昨天的收平我也强调今天还是红彤彤的一天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一些重磅的消息 工信部大力发展基于大模型的智能装备软件等智能产品 对于人工智能方面重磅的利好消息 以及消费品已旧换新新政有望本周正式出台 这对于今天的消费股也是利好消息 融资池暂停不到一日头部券商重新投放部分券言 市场的波动是有规律的 还是那句话没有截图保存 我们对行情的预判的一定要截图保存 对吧 我们进行个验证 我们多次指出了在春节期间 我们重点强调3月18号附近将见顶 高点是在3月19号3090点 收盘高点就是3月的18号 新明假期期间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本周也就是截后是先义后阳 同样我们也重点强调3090点这个位置顶部已经是确认了 那么在下一周期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 指数是否会下破3000点 所以说目前仍然是一个反弹周期 还是那句话指数在这个位置就是构筑三重顶的位置 3090点是第一重顶 3085点是第二重顶 好在这个位置其实要接近3085点 然后市场在下一周的某个时刻逐渐的重心下移 那么昨天的反弹你有没有感觉到要突破3085 没有所以今天继续涨 所以今天继续涨 我们在昨天的收平其实也重点强调 关注一下TMT板块 人工智能方向 传媒娱乐 互联网 包括像通讯设备 还有像软件服务等等的需要重点关注 还有我们看到昨天英伟达大涨4.11% 同时苹果大涨4.33% 以及为它同样也是上涨的 昨天美国的科技股市大幅的反攻 所以我们今天积极看多科技板块TMT等 我认识占优 关注我我们持续跟踪市场 并且在视频的下方点赞 以及留言三个六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 所以说正如我们在节前重点强调 本周我认识是一个先亿后阳 今天仍然是以上涨为主